我们要教大家的就是如何来写好一篇文章 那写一篇文章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从感兴趣的事物开始观察 培养观察的敏感性 比如说我们观察我们喜欢吃的食物或者食品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你喜欢吃它的味道是什么 或者运动项目对什么运动项目感兴趣 为什么它可以为你带来什么好处 这些都是观察 那观察了之后呢 我们要掌握观察的方法 培养观察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掌握观察到的重点 并有条理的表达出来 比如说从上到下 从下到上 从人到景物或者景物到人 从一部分到整体或者从整体到一部分 远到近或者近到远 我们就从用这样子的顺序方式来观察 并且有条理的表达出来 好第三我们要边观察 边思考 边记录 比如说按照顺序和重点 为自己设计一些问题 再足够把问题弄清楚 当我们足够把问题弄清楚过后呢 利用了这三个要点呢 就可以写出一篇很好的文章 对足够就是一个一个的把问题弄清楚来找到答案 好同学们 学会了吗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学成语 那今天要学的成语 首先第一个叫做不劳而获 不劳而获 不劳而获的意思就是自己不劳动 却取得别人劳动的成果 第二日积月累 日积月累 只长时间不断的积累 就是很长的时间积累下来 第三坐壁上官 坐壁上官 坐壁上官的意思就是站在一旁看着 不动手帮忙 对比如别人发生了什么事 他却不帮忙 反而是在一边只是看 第四 有备无患 有备无患 意思就是事先就有做准备 所以我们就可以避免祸害 临可觉醒 临可觉醒 比喻事先没有做好准备 到了临时才想办法 就好像到了很口渴的时候 才去觉醒找水喝 未雨绸缪 就是还没有下雨 我们就要做准备 比如说带雨伞等等的 比喻事先做好准备 学会了这六个成语了吗 好那来到这一个部分 我们来学关联词 第一个要学的关联词是 一旦变 一旦变 第一个例子就是 一旦我买了新车子 我便会把这辆旧车子送给弟弟 第二 一旦我获得奖励金 我便会买一份礼物送给妈妈 那一旦变的意思用法 就是表示假设或充分条件关系 对假设我买到一个新车子 假设我得到奖励金 第二个关联词是不仅 还 老师不仅传授我知识 还教会我自力 国强不仅成绩优越 还在跳高项目夺冠 不仅还的用法就是 两个句子有低近的关系 后一句会比前一句的意思 更近一层 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好 那这里就是华文五年级 单元九写作的八宝带教学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明